稍等我片刻 我们走吧 明晏 你随天兵先走一步 我回玉清宫 去见法器便过去 好 僧九 纸短世纪 无暇背书 忽闻魔戏现世 我需立即赶赴 短则一日 长则十日 必定归来 与你一一解释 不告而别 念你 义你 明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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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娘 明夜究竟去了哪里 我在株林中找了一整日 也不见她的踪影 她还忙了双眼 能走多远呢 神君有恋 一旦找到这磅精 格杀勿论 给我搜 是 天欢 明晏已经回了上青神 格杀勿论 明晏 是你要杀勿论 禀报天欢圣女 此处无人 禀报圣女 屋外无人 报 此处没有报警踪迹 看来这小磅精先知先觉 竟然逃了 可惜 逃得过一时 逃不过一世 走 不行 我定要当面问个明白 神域发生了何事 守卫竟然强化了 站住 你是何人 为何来此 我 我只是一个下界小仙 来找明夜神君 看你修为 连仙髓都没有 还敢妄成小仙 不过是个精怪而已 你找战神何事啊 我真的有急事找他 麻烦几位通传医生 只要将此物给他 什么珠子 不烧不烧 你还是回去吧 不是我们不帮忙 是战神要闭关四人 谁都不见 为何要闭关 他身体有什么不适吗 当然是为了关乎 四周三界的大事 如今战神一身肩负天下安宁 若闭关有什么差错 谁担待得起 那天欢圣女这几日在做什么 天欢圣女与明夜战神心意相通 正带领着天兵寻找散落的魔器 围剿这四周三界的妖魔余孽 你们这些小精怪 若与魔神有什么牵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